現在要叫做張裂性的板塊交界,是兩個分開 像東非大裂股地理會交社會科的學測也考過 兩個分開,洪海文貴講過還有中央體就是兩個分開的 所謂的張裂性的板塊交界 就是分開 他中間,這個我們前面看過文字說明跟圖片還有一個影片 表現的是類似的意思,底下地寒對流上升,然後向外拉,然後崩塌形成裂股 最後終於分開了,海水就灌進來 原來那海水不多,小小的海,然後就越來越多越來越大,之後變成所謂的大西洋 中間就變成中央體海,這就是 那個張裂性的板塊交界,地寒對流上升,然後向兩邊分開 跟你說中央體的行程,大西洋的行程就像這樣做的 OK 那麼這裡面呢,在中央體地寒對流往上升,噴出了玄武岩漿 所以海洋地壁是玄武岩 同時呢,它向兩邊分開,所以就帶動上的板塊向兩邊分開 這就是我們以前講的 冒出來推兩邊,冒出來推兩邊 那麼中央體的底部就稱為裂股,因為崩塌形成裂股 在陸地上不稱為中央體,就稱之為裂股 是你要學的東非大裂股,東非大地縣 這個你們地理會教 所以是這樣冒出來,所以這裡有一個海底擴張 長出新生的海洋地殼 海洋地殼 然後呢,這邊是張力,我們前面張握,張力要怎麼斷層 怎麼斷層 OK,怎麼斷層 正斷層,所以這裡斷層以正斷層跟 因為它往上冒在上面斷層 它往上冒在上面斷層 因為斷層,因為有斷層,所以有地震 所以板塊交界帶就是地震帶 然後呢,因為它在上面斷層,所以是淺原地震 這未來還會再跟你講一次 中央期幾乎都是淺原地震 幾乎都是淺原地震 未來下學期會再交一遍 K,就是張力性的板塊交界會有的 會有所謂的震斷層 然後呢,會產生淺原地震 好,這個因為我們的大西洋 因為板塊張力的關係 所以它就不斷斷變大變大變大 然後呢,但是呢 泰尼亞板塊就沒有太大的變化 因為它有海溝,有中央期 所以有人生,有人滅 所以就沒有什麼太大的改變 看過就好了,不重要 我們考試的時候喜歡考冰島 為什麼 因為冰島就是大西洋中央景的一部分 它很高,高到露出海面就變成所謂的冰島 所以考試考冰島,就是在考中央景 就是在考張力性的板塊交界彈 考什麼呢?考 它什麼眼? 它什麼眼齒? 冰棋 它什麼眼? 它是中央景,新生海洋地殼 所以什麼眼? 海洋地殼什麼眼? 學武眼 好,它的這個分布有什麼叫紅色的,綠色的,藍色的 紅色在中間,藍色在旁邊 請問你誰年輕誰? 誰啦?它是中央景,新生海洋地殼深層 所以中間比較怎樣? 年輕兩個越來越老 越來越老 哪怕它有火山活動,水有溫泉 溫泉是火山活動的遺跡 水有溫泉的地方,這個沉積有過火山活動 就表示是板塊交界,就表示會有一些巴拉巴巴的事情 所以呢,台灣有溫泉,日本有很多溫泉 因為日本位在四個板塊交界的地方 所以它就有很多溫泉,很多火山活動 也有沿江往上冒 OK,所以它有溫泉,冰島 我看過一個影片啊 兩個地質學家在冰島,四周都是大冰洞 兩個人在水裡面泡溫泉 那個河氏溫泉 很像那個拍那個日本的迷猴泡在溫泉 跟那個影片一樣 OK,所以外面下雪要泡在溫泉 類似這樣的狀況,OK 然後呢,這一邊是板塊交界帶 板塊交界就是地震帶 地震是因為斷層來的 剛才講話什麼斷層 什麼斷層 張立水正斷層跟 比一斷層 OK 這個配一配機器 其實我們前面都學過了 這些內容前面都學過了 所以考試考冰島 舊式考中央級 舊式考 張立性的板塊交界帶 它的岩石是玄武岩 中間年輕兩邊 它有潛原地震,它有火山活動 它有溫泉 張立斷層 所以是 張立 所以是正斷層 或者是平一斷層 OK 這就是有關於張立性的板塊交界 可以嗎 可以